A-L-A-L-A-L-A-R-A-R-A-R-E-M-E-R-A-R-E-AH-R-E-R-E-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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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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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喂?小明啊,到還未?等了你很久了 車吃飯也可以遲到的 喂?阿Yann? 到了 塞車嘛 到門口呀,別吹了 不好意思 喂喂喂 阿英 你搞什么 请我吃这些东西这么没诚意的 你终于渡了我等了你很久了 塞车嘛 你真的不懂货 这些是鸥肝来的 高级食物 你吃不吃高级食物 我出去吃高级食物 喂喂喂 胆固醇感高 好像那样的身形再吃的话 肥死我了 什么呀 你真的不知道 我鸥肝营养很丰富 既补血又可以补我们的心血管 吃多没坏的 吃多一点 喂 是不是真的 不过我在网上就见到人说 这些鸥肝是鸥的脂肪肝来的 甚至乎可能是病变脂肪肝 都说不要吃了 有吗脂肪肝 我没听过 不过别人买到这么贵 肯定有原因的 吃多一点没坏的 不吃不吃都说是脂肪肝来的 我不信 不可能是脂肪肝 我不吃了 你吃吧 我不吃 我吃不会脂肪肝 都说是脂肪肝也不好吃了 不会脂肪肝的 好了好了好了 作为这个生活调查团的调查员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白云权 没调查过 那究竟这个鸥肝是否真的脂肪肝 那它的营养是否真的那么丰富呢 不如我们调查员才说吧 好啊 那我们看看谁对啊 对啊 好啊 走啊 为了养肝护肝 人们喜欢吃一些肝脏类的食物 主要源于食肝补肝的讲法 其中在肝脏类的美食当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鹅肝腩 在中国人们还为鹅肝 找出了各种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 比喻还列出一堆的营养成分 甚至赋予它补血养颜最佳食物的树名 但是最近网上留着一个讲法 说鹅肝其实就是脂肪肝 甚至有可能是病变的脂肪肝 各位观众 你们有没有听广告啊 留言片段 查了先说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小明 我是Yan 请大家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微信公众号 参与互动 除了可以答问题赢了一顿之外 还可以提意见报料 去获得更多生活上的小知识 没错了 今期我们的主角就是鹅肝 相信大家都吃过的 不过最近我在网上听到这条传闻 就说鹅肝可能有病变的脂肪肝 不是吧 但我很喜欢吃鹅肝的 鹅肝又香又滑又好吃 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了 不过不用停的 现在只是一个传闻 还没展开调查 可能是留意的 所以我们今天解开这个谜团之前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里 跟我来 好 小明 是 你今天带我来这里有什么事 见你这么喜欢吃鹅肝 所以带你来鹅场了解这个鹅的日常生活 还有来了解一下这个鹅肝 怎样才可以养得又肥又健康 听到好像有些道理 是的 你看看我啊 是 真是又肥又健康 健健康康的 就是我们鹅场的宋师傅 来有请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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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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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调查完的 我想问你 你喜不喜欢吃鹅肝的 喂喂 不是 是一开始问人这个问题 我们先入正题 是的 宋师傅 怎样才可以令到鹅肝又肥又健康呢 那我们拿鹅回来 養鹅仔到采摘这个鹅肝是有个过程的 是 那刚刚开始就不是喂粟米的 不是谷它的 那首先要吃那些清治料呢 那三个月后呢 才开始呢 吃这些粟米去谷它 是吧 那令到鹅肝呢 一定的时候呢 都可以采摘这个鹅肝的时候呢 嗯 那我们呢 才压过的 嗯 宋师傅啊 那我想知道呢 那专门生产鹅肝的那些鹅呢 是不是一般都不会拿来吃的 有些人可以 有些人不喜欢吃 有些人是不喜欢吃 因为它太肥 是的 因为肉质就没有那么实的 因为它的过程呢 就是膨胀大的 始终就是那些肉质不好吃 那么最主要呢 食用呢 都是那个鹅肝的 哦 因为鹅肝呢 那样子有那么上下呢 时候呢 有它谷到大 嗯 谷大的鹅肝呢 最主要的营养在鹅肝那里 是吧 原来的 是啊 会不会像小明你所说的 它就是一块脂肪肝呢 嗯 其实这个真相到底是怎样呢 我都要继续调查下去才知道 嗯 有 有 吃过 什么呀 一般 一般般 没有 不是很喜欢吃的 因为它很高的嘛 不太喜欢 很少吃 我不喜欢吃那些内藏 西餐那种 不一定 就是鹅肝有中式 什么式都可以的 鹅肝 哦 就是那里吃它那种 就是有 也有吃过鹅肝 是 你有没有听过它说 就是营养比较豐富 没有啊 营养嘛 就是你都听过 味道也挺好 味道也不错 营养比较好 我可以研究它 但是 会不会很丰富 不是 它比较不健康吗 这些我不知道 我了解过 喜不喜欢吃 一般般 完全可以 还好 挺好 可以了 我没有考虑到这些东西 我不喜欢吃那种 就是我们的内藏 这些东西 试一下 就是可以的 可以 就是胃熟 最为健康 不为口味 没有 对那些动物的内藏 这些东西 都不太厉害 偶然试一下 这些没什么所谓 看来 街坊对鹅肝的喜爱程度 各有不同 而且基本上 都认为它的营养 是比较丰富的 而我们的调查员 小明 专门去到食肆 买了份鹅肝 同时也买了份 我们平时最喜欢吃的猪肝 作为样本对比 Yana 我买了两份 你很喜欢吃的东西 真的? 就是一份新鲜的鹅肝 和一份新鲜的猪肝 哇 好棒 不过我们要做些什么? 我们就要用这两份的样本 去检测机构 检测一下 到底看看它们有多营养丰富 我们走 走 我们分别对鹅肝和猪肝 作为对比参照 进行它们的营养成分检测 好优优独播剧场 檢查出來各項的營養指數對比顯示 鵝肝的各項營養指數確實比豬肝要高 有差別的 因為豬肝和鵝肝的營養成分 脂肪的含比例是不一樣的 鵝肝的脂肪酸的比例 是以蛋白飽和脂肪酸為主的含量比較高 而且蛋白飽和脂肪酸比較低 所以它們的成分是不一樣的 不是吧?真的營養這麼豐富? 當然,連醫生也這麼說 你是不是不服氣? 如果不服氣,我們再來做個檢測吧 好 我們檢測一下鵝肝的不飽和脂肪酸含量 是不是這麼高? 一般的鵝肝當中只含有2%到3%的脂肪 而肥鵝肝號稱脂肪含量可以高達60%左右 而且以不飽和脂肪為主 容易被人體所吸收利用 所以吃了之後不會變肥 還可以降低人體血液當中的膽固醇含量 而其中含含人體生命當中 不可缺少的卵輪脂肥 正常鵝肝告出很多 從我們拿去送檢的鵝肝樣本結果顯示 鵝肝的脂肪含量是55% 其中不飽和脂肪酸佔脂肪酸總量的65% 飽和脂肪酸佔35% 看來小明今次要受莫考富了吧 豬肝和鵝肝其實對人體都有營養 只不過我們看食量和對哪種人群來說 因為大家都含有各種維生素 特別維生素A類肝臟和維生素A類都比較高 鵝肝肝對我們人是很有用的 但對現代人來說 可能鵝肝已經過高 相對而言 再經常吃飯 可能會造成一個 對心血管方面 痛風方面 這些人群可能會影響比較大 所以說 大鵝肝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單不飽和脂肪酸含量比較高 對於保護心血管方面也有很大的幫助 小明聽到沒有 聽完剛才專家這麼說 就證明鵝肝是有益的 都說你聽點不聽點 你難道餐餐把這個鵝肝當飯吃嗎 什麼呀 起碼證明它對人體是有益 那你不用這麼心急 都未調查完 那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去段廣告 廣告回來之後 你就知道了 經常吃鵝肝真的不會變肥 肥鵝肝是否真的病變的脂肪肝 有人說它的膽固性很高 可不可以經常吃呢 下次回來 我們的調查員小明和Yan 會繼續展開調查 留言片講 查了再講 歡迎回來生活調查團 小明 剛才我們做了一個實驗 就證明了鵝肝其實是幾有豐富營養的 沒錯 不過呢 不知道會不會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它真是一塊脂肪肝 為了解開你這個疑問 我特意問過專家 聽一下專家是怎麼說的 嗯 鵝肝其實就是脂肪肝 脂肪肝其實就是我們說的 脂肪肝有很多種 但是鵝肝應該是屬於 單純性的脂肪 真多為止的脂肪肝 但是它跟普通鵝肝 含量是差很遠的 那有沒有聽過說鵝肝是一個病變的脂肪肝呢 好像有 有這樣的可能性 因為聽說養的那個鵝肝 是要換很多東西給它吃 而是讓它形成一個脂肪肝 有聽說的 有聽說的 我小時候不喜歡吃這些動物的那些 最後一把東西不去住 關於這些東西 我聽說過沒有 那你選的公毒這麼大 很正常 因為他說鵝肝就是那些 別人將鵝肝肥肥了之後 變成脂肪肝之後 用來吃是比較漂亮的 有聽說的 有聽說的 像法國鵝肝是那些走狂肝 對 難道能否伴到它的肝肝變變 所以大一點 法國鵝肝是這樣的 中國的鵝肝 大家吃過這個是家常的 原來它真的是一塊脂肪肝 不過我知道脂肪肝不是好東西 但是呢 不是病變了之後 才會有脂肪肝嗎 那… 都叫你不要亂說了 不用這麼心急 慢慢來 不行 我要繼續調查下去 嘩 果然有調查團的精神 原來很多街坊 甚至我們的調查員 都沒聽說過這個傳聞 認為它只是一道美食 而我們的調查員 原來Yan為了隔開這個疑問 特地去到食肆和超市 買了幾份鵝肝和鵝肝醬罐頭回來 小明啊 我買了兩份鵝肝和鵝肝醬罐頭回來 那你現在又有什麼搞作 小明我剛才上網查了一下 就說肝臟是動物體內的重要解毒和代謝器官 那如果我們吃了東西 那些東西含有些有害物質的話 那它就會很容易儲存這些有害物質 不容易排出的 聽下去有幾有道理 果然有做足功課 那所以你現在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做一個小測試 去看看這些市面上的鵝肝和鵝肝醬 究竟含不含有重金屬 那又用什麼來測試呢 那我們可以看到 有測試食物重金屬源的測試刺子 還有我們有鵝肝和鵝肝醬 那我們現在立刻開始實驗 好吧 好吧 先用一滴的AC劑 再攪勻它 然後靜止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再利用吸管 吸取上面的清液進行檢測 好了 現在十分鐘時間過去了 那我們要開始第二個步驟了 對 沒錯 那我現在開始了 好啊 一人做兩個吧 好 那我先做 先吸液體出來 對 那吸進去這裡 對 滴在我們的小試管裡 OK 夠了 然後呢 我們要拿一個試劑B 對 然後呢 我們就滴B試劑的三滴 三滴 就是實驗來的 好 然後呢 就滴C的一滴 對 C史劑的一滴 對 即是很期待 到底會有些什麼發生呢 一滴 我們看看 看不看檢測出來 是不是真的含有這個重金屬 沒錯 然後呢 再滴D史劑的一滴 嗯 哇 不同顏色的 紅色 OK 好了 那我們就 充分攪拌 好了 可以看到 這個是呈現這個淺黃色的 沒錯 的顏色 證明是沒有檢測出這個重金屬的 是的 那如果呢 這個液體呢 是呈現出紅色的話 那就證明有重金屬的 是的 那事不宜遲 立刻開始檢測第二根 OK 阿Yan繼續 阿Yan 你看看我們這個第二號的樣本 鵝肝二呢 亦都是呈現這個黃色 嗯 所以證明呢 都是沒有重金屬存在的 是的 那我們再測一下這個 鵝肝醬罐頭 有沒有這個重金屬 OK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鵝肝醬一號的 這個樣本呢 都是呈現黃色的 那就是沒有檢測出這個重金屬的 那我們再來測完最後一個鵝肝醬的 OK 看看有沒有重金屬 好 好了 那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個4號的樣本 鵝肝醬二呢 嗯 亦都是呈現這個淺黃色 那證明是沒有事了 是啊 那沒有檢測出 那我們可以安全地使用了 而我們的調查員 經過檢測發現 調查員阿Yen 隨機在市面上買回來的兩份新鵝肝 和兩份鵝肝醬罐頭都沒有測出有重金屬 無論是動物的或者人體的肝醬 都是合成蛋白和一個解毒 還有儲存豬肪的重要場所 那如果你餵養這些鵝 這些鵝的食物是比較 即是含有的重金屬的 過量的話呢 有可能長期累積又難 都會造成一個重金屬過量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話 我們那些作為商品用的 他們餵養的鵝肝 應該是不會有含有重金屬超標的 我們的調查員 剛才就解開了重金屬的疑問 為了進一步了解 鵝肝內究竟存不存在 有病變肝因素的風險 決定再次拿 剛才調查員阿Yen 買回來的幾個鵝肝樣本 再送去檢測中心做個檢測 結果我們送去檢測的幾份樣本當中 並沒有發現有病變的組織 肥鵝肝就是一個不正常的肝 它是屬於一個過量威蝕之後 由於脂肪積累比較多的情況 產生的肝 所以說其實是 但是它是否有害呢 我們看它的困體成分分 所以說這個情況 一般情況之下 其實鵝肝是不會有病變的 只不過是脂肪裡面的含量比較高 我都說了 它有什麼可能是一塊病變脂肪肝才行 不過身為調查員的我 當然要為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調查清楚 但是雖然說好吃 但是它始終是脂肪來的 有什麼可能吃多數不會肥呢 那又是 我也想知道 不如我們問問專家 好 鵝肝這類高脂肪的食物 其實我們人體是可以適量吃少少 但是量一定要控制好 因為它畢竟 100克裡面含有脂肪比較高 含有脂肪比較高 含有脂肪比較高的情況下 可能它的熱量一定會高 所以熱量會過高 可能有些人掌握不到 或經常吃的話可能會造成肥胖 可能它增加脂肪 可能會變成你的脂肪肝也有可能 Yan聽到沒有 這些高脂肪高蛋固醇的食物 就盡量少吃了 我聽到了 所以以後會少吃一點的 其實不單止我們 醫生還說某些人群 最好就是盡量少吃 類似像肝臟類的食物 第一要看分人類 人群 比如說高血壓 高蛋固醇三高 還有一個高尿酸 這些人群應該會減少這類食物的食物 還有一個可能是特殊性 人群 人群其實都可以吃的 但那些一定是少吃 因為這個時候人群的食量會很大 其實這方面的問題你想考慮 多吃都比較難 因為第一鵝肝比較貴 而且我們每次吃的量 可能一百克 一百克其實都很多 二兩 一百克鹹羊的量 其實都不會超標的 就是那個 胃維生素A 怕維生素A超標 其實都不會的 而且不可能天天吃 如果要吃鵝肝 營養專家建議在購買的時候要注意 第一 體型要夠大 一個完整的鵝肝 大約在700到800克之間 第二 一般的鵝肝的顏色均勻 帶有淺淺粉紅的橡牙色 或者是淡金黃色和淡青黃色 第三 受傷或者破損的鵝肝 建議不要購買和食用 Ana 調查到這裡 相信電視機程的觀眾朋友 和你都知道 一塊美味的鵝肝 原來就是這樣來的 是啊 所以我也增長了不少知識 不過呢 今期的節目又到尾聲了 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 今期節目內容 鵝肝 這個營養成分 還有就是要知道 如何去選一個比較優質的鵝肝 沒錯 今期的節目 調查到這裡都可以證實 鵝肝是病變脂肪肝 這個說法是謠言 在節目的最後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 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生活調查團 可以回答問題營獎品 還可以報料提意見 還有可以獲得更多的生活小知識 沒錯 今期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